終於都在白亡之中弄好一條片 講述我們8月的staycation 今次的旅程比較漫長 要慢慢地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們要搭sky train 去到bridgeport這個車站 溫哥華的地鐵叫天車 它令我們想起去台北旅行的時候乘搭的地鐵 都是離民居很近 以及看到城市景觀 這麼快我們就到了 好了出了站要轉乘巴士 我們要乘602到schwarzen的碼頭搭船 這裡似乎是一個巴士總站 巴士站已經有不少人在排隊 等了一輪終於可以上車了 你看看我哥哥多開心 巴士由richmond去到delta 坐了四十幾分鐘 終於都看到碼頭了 好像好大架船一樣 快點下去看看 我們這次的目的地 是溫哥華島的維多利亞市 要先從碼頭搭船去swarze bay 整個行程就好像過五關斬六將一樣 要不停轉來轉去 不過我都是興奮到跳舞 連我哥哥都笑我 小童搭巴士搭天車就免費 不過搭船就要買票了 大人18元 小朋友就半家 走出去看看風景先 嘩你們看一下 B.C.杜輪好像小郵輪那麼大 我們等了好久好久 杜輪才三三來遲 他遲到了整個小時 原來這輛船不單止載人 還可以載車輛 B.C.杜輪是居民來往倒序 和溫哥華的日常交通工具 船內一共有六層 裏面有商店和餐廳 杜輪可以容納二千多人 和三百五十幾輛車輛 等船等到肚都餓 看看有些甚麼吃 爆爆爆 全部都是爆 幸好還有薯條和汽水 兩個餐多加一個包 買單四十七 不知便宜還是貴 總之我哥哥就吃得津津有味 窗海的風景好像不錯 快點吃完出去外面看看 好大風啊 吹到人都好像會飛 我們穿越喬治亞海峽 沿途一直都看到這些船 你們不好看 我們好像很Chill 其實真的很Chill 很高的 尤其是我扮勁不肯穿衣 尤其是我扮勁不肯穿衣 我看了 我們要看 吹風吹了好久很久 終於都可以下船了 你們是不是以為到目的地 and no no 我們還要坐巴士進市區 很多人以為這是維多利亞島 其實維多利亞只是溫哥華島的一個城市 這一程巴士又是要坐四十幾分鐘 差不多用了半天的時間來坐車 累到我們都頂不住睡了一會 醒了,哥哥又表演他的拿手好戲 喂喂喂,這麼多高樓大廈,是不是到了? 太好了! 終於! 一下車就看到有人結婚 看來今天是個好日子 走了喂,媽咪! 下車五分鐘就看到我們訂的酒店 首先要去酒店放下行李 酒店房間好有懷舊風 我又走出露台看看 窗外的風景都不錯 看到少許海 和內圓 搞定了 再走出去 已經是下午六點 來酒店最近的 是這座維多利亞最具代表性的建築 B.C.省議會大廈 這裡是可以免費進去參觀的 不過五點鐘已經關門 所以我們進不到去看 在外面跑一下都很開心 再走過旁邊就是王家B.C.博物館 咦,有中文字喔,不過是簡體 過來這邊並不是要看博物館 而是哥哥說坐車的時候 看到有IMAX恐龍看 買了明天1點鐘的票 兩大兩世一共48元 買完票就要出去轉一下 我們這次實在是佛系旅行 沒有計劃,沒有目的 不金風不搭車 走到邊看到邊 緣份到了,景點自然就在眼前 You know,媽媽說她太長時間 而且我們太年輕了 在看見面 所以 即是說走馬觀花應該是我們今天最佳的寫照 不過不過 我們都知道這裡有一間 傳聞很好吃的Ice Cream Shop 試吃了之後,我們買了這款雪糕 很好吃啊 很好吃啊 應該說是雪糕,我們都覺得好吃的 值得光顧一下 又帶大家去看看市區街道的樣貌 碼頭這裡有很多人在basking 這個碼頭幾漂亮啊 其實都不需要一天跑幾個地方 只要坐在這裡 看看人,看風景,聽歌,拍照 都已經是一個很好的節目 都已經是一個很好的節目 先看風景 我們以為水上的士會帶我們繞一圈 然後回去上船的地方 誰知道 誰知道他帶我們去另一個地方 錯有錯著 那就去到另一個景點了 這裡是當地人的漁人碼頭 如果你跟旅行團的話 他們都會一定帶你來這個地方 我們最開心的就是看到有公園仔 又玩一餐 由天光走到天黑 原來夜景都很有驚喜 終於走到累 要回酒店休息一下 第二天一早起床 天朗氣清 海上的直升機一早已經出動去接載客人 而海面就好像藍寶石鏡面一樣漂亮 這個城市開始繁忙起來 而我們都出動了 維多利亞市是賓斯省的首府 位於溫哥華島的最南端 這裡不單是賓斯省的行政立法中心 也是一個充滿歐洲色彩的旅遊城市 七星級的皇后酒店 維多利亞最古老的飯店之一 然後是遊客必到的景點 維多利亞內港 還有不少得的是 著名的賓斯省議會大廈 維多利亞港 是每個遊客必定會打卡的地方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 都好像一幅畫那麼漂亮 加上微風緩緩吹過 多麼詩情畫意 這不是我們昨天坐的海上的士嗎 他們排隊幹什麼 真是緣分到了就有表演看 掰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着地图一直向北行 沿途的风景都好像很棒 这里又像是旅游景点来 之后我们网上查才知道这里叫Market Square 其实是不是就是当地的跳塞市场呢? 11点很多店铺都没开齐 我们就会去一间朋友介绍的网红餐厅 一看到这些装饰 就知道这里是China Town 不过我们此行的目的是要医图 继续向前走 目的地到了 传闻中很好吃的Jam Cafe 讲个笑话给大家听 见不见到? 很多人排队啊? 笑话就是我们排了40分钟 都还没进去坐下吃东西 然后我们就发现 不够时间去看电影了 于是我们放弃了 走了去吃Burking 为了布这个手 回到温哥华之后 终于找了一天去吃它 有好东西 当然是约好朋友一起试一下吧 以下是我们的试食报告 东西大大份 卖上都很漂亮 不过主角除了薯仔 都是薯仔 如果你超级喜欢吃薯仔的话 你会很开心 都有惊喜的 就去咖啡可以添饮 甜品大大份 建议大家吃完主菜再点 喂喂喂 回来先去看我们的恐龙iMac先 短短40分钟的3D电影 我和哥哥表示都看得很开心 看完电影出来 已经是两点多 两日一夜的行程 话这么快就要结束了 再最后拥抱一下维多利亚 再最后再看一眼这个美丽的城市 我们就要启程回温哥华了 相信这里还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 值得我们下次再来的 我们的行程已经接近尾声 接下来就是不停转车回家 下次有机会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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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